大雨中,戴笠的飞机于11时45分,在青岛仓口机场起飞。 下午1点13分,戴笠的飞机在南京带山上空爆炸。 1946年3月17日,戴笠城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,途中因天气恶劣, 在南京西郊戴山失事身亡。 然而对戴笠的死亡原因尚未调查清楚,军统内部就迎来了大地震, 为了谋求军统的统治地位,很多人开始了明争暗斗的抢夺。 如今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,都知道在戴笠死后,毛仁凤成为军统的继任者, 但毛仁凤想要坐上这个位子在当时并不容易,而在戴笠死后, 蒋介石更是基于寻找能够接替戴笠的人。 以毛仁凤的资历,在军统局局长的候选人中并不占优势, 他早年虽然曾考入黄土四期,带上了没多久便因病休学, 因此不算是黄土出身,另外他也不是军统前身复兴社主要骨干。 更为关键的是,毛仁凤在军统中也从来没干过一线的工作。 尽管在竞争军统局局长的位子上,毛仁凤有太多劣势, 但他同时还有一个优点,就是能人,过去也正是凭借这一点, 他在军统中的地位迅速扶摇直上。 戴笠死后,军统内部混乱,毛仁凤心里很清楚, 虽然他是长期协助局长戴笠工作的戴笠主任秘书, 但这样的乱局他一个人是收拾不了的, 所以他主动向蒋介石建议,选择郑建民为军统局局长。 因为毛仁凤虽然是戴笠主任秘书, 但军统局真正的主任秘书是老资格的郑建民。 郑建民不仅仅是黄土二期毕业, 还是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。 郑建民尽管长期在军统身居高位, 但事实上他对于掌管这个特务组织并不上心, 过去他当军统局主任秘书的时候, 他拉不下这个脸来服从比他资历浅的戴笠馆, 就长期不在岗,尽管这时戴笠已死, 他又接替了军统局局长, 但郑建民依然不想管这贪子事儿。 在重庆宣誓就职没几天, 就又跑回了北平,郑建民走后, 推荐了唐纵任军统局代局长, 唐纵心里也不傻, 知道郑建民这时候推他出来就是为了得罪人, 索性来了一个戴而不离, 这样一来, 军统局的大权最终还是落在了毛仁凤手里, 尽管毛仁凤确实攫取了军统的大权, 但在当时军统内部, 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特务集团, 同郑建民为首的广东派, 以毛仁凤为首的浙江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是非常激烈的。 从今天起, 军统就与世尝词了, 委员长给这个机构改了个名字, 叫保密局。 1946年8月, 军事委员会改组国防部, 军统局正式改成国防部保密局, 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, 由政界迷任厅长, 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, 毛仁凤为局长, 在国民党当局日暮穷途之际, 毛仁凤曾干了很多大屠杀, 大破坏的事可以说是血债累累。 1949年10月13日, 毛仁凤在昆明布置特务潜伏后, 事后乘飞机飞往台湾。 毛仁凤手中掌握着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, 本来还想着大展拳脚, 但到了台湾以后, 他惊奇地发现, 在自己的面前还横跟着一个对手, 他就是蒋经国。 蒋介石对培养蒋经国是不遗余力的。 1949年1月, 就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前, 蒋经国就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, 为国民党统治集团迁移台湾做准备。 除此以外, 蒋介石在过去几番政治风云中, 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, 于是还特别准备让蒋经国掌握情报系统。 蒋经国心里也很清楚, 在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际, 除了加强台湾军事防御以外, 最重要的就是掌握特工、 情报工作, 而在当时这两项工作是毛仁凤负责的。 尽管内心深处已经埋下了想要搬倒毛仁凤的想法, 但蒋经国并没有贸然开刀, 而是找来了原来复兴社的骨干, 被毛仁凤搬倒的郑建民。 他建议蒋经国一面开办训练班, 一面复训保密, 那条两局干部, 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, 就将两局人员混编。 蒋经国之前办过中央干校, 对这一整套流程并不陌生。 毛仁凤的保密局, 彭梦基台湾情报工作处, 以及蒋经国的国防部政治总局, 政治行动委员会, 在当时都是蒋介石比较信赖和倚重的情治机构, 然而彭梦基台湾情报工作处本来就是蒋经国一系的, 这样一来毛仁凤就更加感觉到, 自己越来越被孤立了。 本来毛仁凤最擅长审视多事, 到这一步他如果还看不出蒋介石的用意, 那么这么多年他也就白混了, 但毛仁凤舍不得到手的权利, 于是同蒋经国展开了明争暗斗。 蒋经国虽然由蒋介石作为盾牌, 但也深知毛仁凤如果不及时处理, 将来一定是祸患, 于是私下里打点拉拢保密局骨干, 竟然拉来了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祥之, 毛仁凤很不满蒋经国的行为, 同时又很痛恨叶祥之的背叛, 他通过调查发现, 叶祥之曾经敲诈腐伤, 勒索一百七十根金条, 于是毛仁凤一面将此事上报, 一面准备以加规处置叶祥之, 叶祥之也很干脆, 箭不容于毛仁凤, 他很干脆的就到向蒋经国, 毛仁凤所幸将叶祥之摊墨, 与蒋经国庇护叶祥之经国, 全盘报告给了蒋介石, 本来按照毛仁凤的想法, 是希望蒋介石能够沿袭毛帮出案件时的雷霆手段, 这样做不仅能处置背叛的叶祥之, 还能敲山镇湖警告蒋经国, 但没想到的是, 蒋介石铁了心的回护儿子, 还把毛仁凤骂了一顿, 毛仁凤这时已经完全糊涂了, 从早年的锦小慎微, 到如今公然与蒋经国叫板, 他的路已经越走越偏, 而这时又有两个人的出现, 彻底将毛仁凤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, 国防部技术总队的队长, 副队长杜长成胡灵颖, 早年曾受毛仁凤恩惠, 是他的铁杆亲信, 平常过年过节, 两人没少上门去拜访毛仁凤, 杜长成与胡灵颖两人本来手脚也不干净, 演习之时, 许早预算, 在黑市变卖军须, 套取黄金, 蒋经国在叶祥之的指点下, 成功将两人的贪磨案与毛仁凤挂上了钩, 蒋经国在向蒋介石汇报中, 原本只是杜长成, 胡灵颖两人的贪磨案, 却突然多了很多的说法, 报告上蒋他们两人因不满他整合改组台湾特工情报机构, 受毛仁凤纵容, 为掩饰贪腐分化罪行, 抑郁绑架蒋经国, 迫使蒋经国停止对保密局等情报机构的觊觎, 面对这样一份报告, 蒋介石立即做出决定, 枪比杜长成, 胡灵颖, 从速结案, 事实上也等于宣告毛仁凤的政治生命完结, 蒋介石在没有追究毛仁凤的情况下, 从速结案, 从表面上来看, 是他在维护毛仁凤, 但实际上蒋介石的这一举动, 等于说将这件案子彻底做实了, 毛仁凤就是准备绑架蒋经国, 蒋介石亲自出面维护, 毛仁凤被莫名其妙地卷进了一桩绑架案, 绑架的还是蒋经国, 就算他这时再怎么辩解, 实际上也无济于事, 只好毁罪认输,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不久, 蒋经国开始大力整顿保密局, 分割了保密局的行动与情报的职责, 1954年7月, 台湾特工情报系统的彭孟基, 也调任国军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, 将情治权力全部移交了蒋经国之长, 到1955年, 保密局改为情报局, 隶属国民党国防部, 毛仁凤任国民党国防部首任情报局局长, 但毛仁凤这时手中基本已无实权, 毛仁凤在他的人生暮年, 可谓是门前冷落车马锡, 更为关键的是, 失去了手中权力的毛仁凤, 惶惶不可终日, 生怕将来有一天屠刀玄警, 以至于日渐消瘦,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, 1956年10月14日晚11时, 毛仁凤因肝癌病逝于医院, 享年58岁。